其他的,就是说民刑法我们姑且不论 以我自己的税法的领域来看 立法品质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当一个立法本身不良的时候 法官要依法裁判,行政机关必须要依法 要依法科税,依法行政 你很难做出一个让那岁人服气的结果 今天他就算去打了诉讼,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 除非你今天透过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把部分的,我们讲还是只能部分 就是把一部分的立法品质以违宪宣告的方式把它给废弃掉 否则你其实问题没有解决 我一直也认为我们许多司法的问题 也许刑事法里面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 立法品质不良,问题出在谁身上 立法者要改进,他不是去苛求整个司法体系去 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东西 那这也是我们在目前实务上面所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反正有错,一定是司法的错 但问题是,在我们权力分立的结构底下 我们不可能去,你只能在有限度的范围内 比如说民事法里面你去做类推使用 但是你不可能在行事法里面用同样一种方式去做操作 立法的问题导致很多问题被归罪到司法 被认为是一种原罪,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司法判决的片面 传递或者是以而传而的解读,这个当然在实务上面我想 媒体的解读,名嘴的解读,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司法可以在这个地方 以比较具有所谓的专业背景的法官或检察官 去对个案里面去做,不要说反击啊,必须要做说明 因为我们是有专业,我们有办法去说,这个判决里面它是用什么样一个方式 以什么样一个结论做判决出来的 这一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去畏惧名嘴的挑战 因为我们比他们至少在专业上面是有这一点的,有这样一个前提 重点是在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说法 必须要在一定的方式底下去做发言 而不是由个别或者是个别的法官或检察官去做发言 这才是一个问题的重心所在 当然第三个,我们还是不能免书,也不是免书 确实,这也是我们司法体制里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培养跟职业养成制度里面 确实有很多问题所在 我待会进一步的再跟各位先进去讲这个问题 从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先进国家 怎么去培养他们的法律人 那我大概分几个部分 因为先讲德国 因为其实如果时间来不及 台湾的话我们就大概稍微把它忽略 因为我们大概清楚我们台湾的整个法律人职业养成的部分 可是在德国法律人的养成过程当中 我大概就会跟各位先进分享 关于为什么我们的问题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 首先当然这些概略的介绍 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说了 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个比较是属于资讯性的这样一个资料 但这个制度当然它有一大一定成熟的基础 那我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先进讲的 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叫做I hate you list 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他们因为有同样的训练的过程 所以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是有对话基础 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除了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 法务部跟司法院对话 我们有共同基础以外 其他的各部位 我们可没有同样的对话基础 以我自己的财税法来讲 我要去跟财政部对话 他讲的语言就跟我不一样 思考的逻辑不一样 因为他着重了 也许我当然只是举个例子来讲 他希望能够最大化的保护国家的税收 希望税收他也希望公平 但问题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对话的基础上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希望公平是在法治的基础底下 但是对财政部来讲 这个不是这么重要 公平也可以用解释含例的方式达成 可是解释含例的方式去达成这个公平的时候 我们当然肯定你这样达成公平的一个终局的目的 问题是你的手段不是依法呀 你不是依法瞌睡呀 你今天用解释含例的方式去变更了某些里面的 实际上是属于税捐过程要件的内容的时候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在各个机关 其实我们今天最后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这么多的律师他能够往哪里去 行政机关需要这些人 再怎么说他还是经过某程度上的国家考试 他不会比我们单独各机关自己去做法治考试的那些人差 因为他考的范围还比他们广呢 所以所谓的流浪律师 他其实本来本意是要让他们进行政机关 问题是他们在我们的制度底下 他们没有full you list的概念 在德国的考试是你只要考过这个国家考试 你原则上对所有跟法律类科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有资格 这也就叫做完全的法律人的概念 那其实在美国也类似的 只是说他的完全法律人是先从律师 然后再从律师开始以后 律师的一部分的人他加入了 他也可以成为是检察官 因为他一开始是先由完全法律人 是透过律师再加上检察官 之后在一定的历练以后 他再来成为所谓的法官 那其实他也是一种完全法律人概念 只是说他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 是着重在培养一个律师 那德国式的完全法律人概念的话 他其实没有 他一开始就有一点职务上的分工 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全部的都可以 不过最后面大概谁可以去当职业法官 通常就是在国家考试里面 成绩明列前茅的 明列前茅的 那我们当然你可以讲一件事情 那可是他不一定有社会经验 就好像我们现在普遍对法官的质疑是一样 待会我来跟各位先进分享 他们的职业 他们的社会经验到底在哪里出现 不是在法学院教育 因为这不是法学院教育的重点